在动物界有着这样一群特别的动物 它们胆子都很小 有的还可能会被活活的吓死 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世界上胆子最小的动物吧 副鼠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有带类动物 和袋鼠一样有个小袋子 不过袋子基本上不装宝宝 喜欢背着宝宝 副鼠性情温顺 常常夜间外出捕食昆虫蜗牛等小型无解椎动物 有时也吃一些植物性食物 是一个荤素通吃的家伙 这家伙的天敌很多 不过幸好自己有一个独特的技能 那就是装死 当来不及逃命的时候 会立即躺在地上装死 同时排出一种恶臭的黄色液体 当捕食者看到的时候 往往会以为他死了很多天 就再也没有食欲了 哪怕死时去触摸副鼠 他也会纹丝不动 并且没有心跳和呼吸 当捕食者失望地离开后 短则几分钟 长则几小时 副鼠才会恢复正常 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才立即爬起来逃命 不愧是个细精 囚鱼 又称凯鼠 是生活在中美和南美热带森林 草原 半荒漠及温暖的平地 和森林的一种冰威动物 不过囚鱼是除人类以外 唯一携带麻风杆菌的动物 千万别把囚鱼当野味食用 否则会得麻风病动 囚鱼的胆子非常的小 可以说是一个怂包 一般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会把自己包裹起来 像一个球一样 利用自己坚硬的外壳 来保护自己 如果是在沙地中 便会利用自己的爪子 快速地挖洞 瞬间就能钻到沙地里 这家伙天生近视眼 却喜欢在公路上寻找食物 经常会被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吓坏 受到惊吓的囚鱼 就会开始乱蹦乱跳 毕竟在公路上 没法挖洞逃命 这样很容易被车子压死 这也许就是它成为 冰威动物的原因吧 更多的时候 还是被自己吓死的 毕竟想挖洞的时候 挖不了呀 杀丘毛 是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 体重一般在 2.8到3.5千克之间 由于体型太小 杀丘毛经常也会成为 猛禽的美食 有时它们也会被体型较大的蛇类吞食 正因为天敌太多 杀丘猫每天的精神状态都很紧绷 也因此变得十分胆小 稍有风吹草动 它们就会本能的四处逃窜 当然 人类也是杀丘猫的一个天敌 可能因为杀丘猫胆子太小又怕人 所以常常有杀丘猫 因被人追赶而被吓死 花园曼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蛇呀 但是它不是蛇 也不是蚯蚓 更不是拉长版的小丑鱼 它属于诺曼科鱼类 平时白天下半身埋在沙地里 只露出上半身 在水层中着实浮游动物 随着海流晃动 摇曳身姿 远远望去 好比花园里的草在随风摇摆 所以称为花园曼 花园曼警戒心非常强 只要方圆一二公尺内 稍微有风吹草动 马上会将身体缩回洞中 几分钟之后 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 张开那双特大的眼睛 东张西望 等到它确定安全后 才会慢慢地将身体伸出来 继续活动 花园曼非常胆小 受到惊吓或强烈的闪光 可能就会因紧张而死去 因此 虽然有许多人会特地潜水 去观赏整群花园曼 在海中的奇特景观 但一般也只能远远地观赏 无法太靠近 晕倒羊 是美洲的特有羊种 它们的习性十分地有趣 常常让人忍俊不惊 它们很怕惊吓 即便是轻轻地拍一下手掌 它们就会立即晕倒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大约过了十秒钟之后 它们就会爬起来 其实晕倒羊之所以会晕 是因为它们身体中 有一种基因缺陷 只要它们一兴奋 肌肉就会收缩 从而导致四肢僵硬 无法站立 于是就有了这样搞笑的画面 在过去 晕倒羊是用来保护羊群的 每当有野兽来袭时 晕倒羊就会倒地 成为野兽的盘中餐 而绵羊便可趁机逃之夭夭 晕倒羊的神经非常脆弱 即使人们不来惊吓它 晕倒羊每周平均也会晕倒25次 如此特别的羊 你是否也想养一只呢 欢迎下方留言哦